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真是比人与狗都大 眼前这个笑容灿烂的小女孩 名叫马百娟 家住甘肃惠宁 这一年她十二 二年级 是学校五个学生里年龄最大的 一大早 硬馒头掰块 倒上半碗水 扒了两口水泡嬷嬷 穿着不合身的衣服 背着破旧的书包 一蹦一跳地从山里走来 身后黄土飞扬 灰蒙蒙的 我觉得孩子 在学校的 由于缺乏作证 所以只好占着写字 读书 现在变成快破的 快敞的 辞聚场地上 马百娟对书本中描绘的世界 十分向往 梦想着考上北京的大学 然后给别人打工 每个月挣一千朵 回来挖水窖 让家人每天都吃上白面 喝上水 放学后 她匆匆忙忙回家 喂猪做饭背骨子 路那么晚 山那么高 人那么小 但马百娟 眼里有光 为了学习 乐此不疲 最最最最开心的事 就是揣着周爸爸的两块钱 一走十几公里 买铅笔 数学本 十五那年 父亲用金一升级续 举家搬到了宁夏中卫 摆脱悬崖壁的窑洞 住进了窗明几镜的砖房 马百娟有了新的学校 用铅笔 歪歪扭扭地写着 我现在每天很高兴 因为我可以上学 我想可以一直上学 然而现实是 一家四口的全年花销 不超过五十 母亲有智力障碍 父亲六十多岁 人老身衰 人为女娃 嫁人靠女婿 才是正经出路 哥哥早早外出打工 患病无前医治 自己努力学习 奋力追赶 但赶不上进度 最后无奈退学 老师再三劝说 但无济于事 马百娟站在校门口 往里望 徘徊了很久 最后来到当地县城 想找个工作补贴家用 正好一个酒店在招人 工资一千多块 他满心欢喜跑去询问 结果地毯不需要扫 前台需要用电脑 而他连开机都不会 街上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马百娟坐在街头 心灰意冷 无所适从 最后 扭扭就捏回了家 第二年 嫁给了表哥 每天干着农活 和年龄相差无几的孕妇 说着家常理短 讨论孩子 尿布 比比谁的肚子大 马百娟的肚子里 又是下一个马百娟 高考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 徐家家住湖北小镇 和母亲弟弟相依为命 父母都是农民工 深知没有文化 在城里打工的艰辛 艰辛只有学习 才能改变现状 就算砸锅卖铁 也要供孩子读书 为此 徐家将高考 视为人生唯一的希望 但连着两次失利 回回四九七 总是差一丢丢就到二本县 失败了自卑 家庭的重担 一度压得他喘不过气 手抖 坐不进尸体 他想放弃 甚至不想活 但为了不辜负 已故父亲的期望 徐家咬咬牙 再次埋进书堆 复读第三年 成绩非常理想 一举考入湖北工业大学 母亲和奶奶 在父亲坟头哭唱 徐家神情黯然 想说的话很多 但又不知如何开口 一转眼四年过去 临近毕业 徐家看起来还不错的本科学历 并不吃香 简历不是石沉大海 就是当了炮灰 他想继续深造 但母亲年始已高 弟弟年纪还小 家庭不允许他再次任性 为了不辜负母亲 徐家一轮又一轮面试 最后成功入职电力公司 实习期工资不高 但福利待遇还不错 一干就是三年 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为了给大学时恋爱的女友一个交代 让母亲安心 徐家装修了新房 拍了结婚照 和女友结了婚 过上了平凡普通的生活 这个女孩正在宿舍发呆 老妈一个电话让她卷铺盖回家 直接休学 女孩不情不愿 因为刚买的小被子 小褥子还没睡两天 她叫袁寒寒 这年时期 生在北京家住独院 父亲搞房地产 母亲是总导演 眼界开阔 艺术感极强 从小一时无忧 上北京最好的幼儿园 中学轻轻松松进入中央美院腹中 母亲看到无所事事 直接休学 于是 袁寒寒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 对付无聊 日复一日绘画电影 她早已厌倦 但又不知道要干什么 灵光一闪 决定开个咖啡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母亲双手赞成 不在乎是否盈利 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但很快 咖啡店开了又关 袁寒寒背着画板满街走 她想做一些装置 想排画剧 但都没了下文 最后跑去周游欧洲 凭借其艺术天赋 考上了德国一所艺术大学 本硕连读 没事养养兔子 和母亲打打视频 转眼来到了暑假 回国后的她 再次回到无所事事的状态 德国已经发展完了 没什么意思 只要人人活得美就好 挺无聊 因为无聊 她不想在北京待着 决定去上海转转 顺带实习 体验一下不无聊的生活 2015年 在北京注册了一家艺术公司 想不清自己要什么 对她而言是最可怕的事 导演用六年时间 记录三个不同阶层的孩子 长大成人 三人代表了三种环境 彼此之间就像三层 永远没有楼梯的公寓 一楼住户马百娟 没有选择的机会 无法打破原生枷锁 连窥见幸福 是什么样的资格都没有 她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 北京一份工作 不止一千块 二楼住户徐家 还有为数不多的选择 拼命向上 勉强过上了最普通的生活 被主流社会一步步推着走 不是分数左右人生 是分数给了她打破阶层的机会 三楼圆寒寒 因为选择太多 而不知如何选择 她认为没有人会被饿死 与此同时 遥远的甘肃 马百娟吃着发用的馒头 湖北 徐家 巴拉着她的盒饭 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空 但不在同一个世界 因为绕不开自己的楼层而苦恼 也不知道怎么看到 其他楼层的风景 最后 在自己的楼层 安下了家 这一切看似不公平 但又好像是公平的 小时候 站在父母的肩膀上看世界 我们看到的辉煌 也是他们几代人 努力积累的结果 而你我 都是这部纪录片的群演 无论住在几层 阳光照射的地方 总会有人在生长 寻找出路 即使有些人终生奋斗的目标 仅仅是人家的起点 但至少 会让下一代 踩着肩膀 继续前行